同学们好 正式开始上课之前 请大家拿出作业本 我们来听写词语 每个词语老师报两遍 准备好了吗 开始 牲畜 牲畜 铃铛 铃铛 仪泰端庄 仪泰端庄 腰壳 腰壳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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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目远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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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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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词语 辽 辽阔 辽阔 无银 辽阔 辽阔 无银 写 写好了吗 对照屏幕上的词语 请大家认真检查 有错误 及时订证 这个词语 以《这就是真正的荷兰》为限 描写了荷兰牧场的独特风光 抓住课文第二次载段静态描写的句子 品贝了作者笔下群牛一大家子的生活情趣 《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它是群牛的家园 群牛一家子在这里生活是那样宁静 作者眼中真正的荷兰还是什么样子的呢 下面我们接着学习第三次载段 自己读一读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读好了吗 你们看 镶嵌 是指将一物体建在另一物体中 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运河 镶嵌着一块块碧绿色的滴滴 多美呀 辽阔无垠 是形容非常广阔 看不到边界 想象一下此时的画面 你眼前仿佛看到了什么 嗯 碧绿色的滴滴沙 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 那么 是谁在这辽阔无垠的草原上飞驰呢 没错 巨马飞驰在这辽阔无垠的草原上 仿佛一首歌 宛若一首诗 你们瞧 我们一起合作着来读一读吧 老师读蓝色部分 同学们读红色的部分 碧绿色的滴滴 镶嵌在 成群的巨马 除了深深的椅草 遮掩着的蕴蝶 遮掩着的蕴蝶 你会当什么 牧场就像是一个王国 巨马是这个王国的主人和公爵 他们在这里无拘无束 自由飞驰 如果说上节课 我们欣赏的群牛是静态的 优雅的 那么这儿的巨马则是动态的 充满着阳刚与奔放 请同学们再读读这段话 请同学们再读读 请同学们再读读 和前面的宁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者就是通过动态描写 呈现出牧场之国奔勇 非常的粗犷之美 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真正的荷兰就是这样自由 荷兰是群牛的家园 骏马的王国 也是其他动物的天堂 作者眼中真正的荷兰 在动物的天堂里 又是怎么样的呢 请同学们读读课文第四次人段 找到相关语句 说一说 开始吧 还有这一句话 或是没有想念吗 包括说 嘲笑 这一句话 你也让我们要把你说的 这一句话 记不听 突然说 派 是 所有 灵独立于 说好了吗 让我来听听下面的同学是怎么理解的 我从悠然自得 这个词语中读出了绵羊很悠闲 舒服 有天堂般的绿色草地 羊当然悠闲自得 什么也不愁 这里是静态描写 黑色的猪群不停的呼噜着 像是对什么表示赞许 这里使用了动态描写 猪群应该是觉得在绿草地上生活很快乐 很满足 才会对牧场表示赞许 他也许会说 在这里没有人类来打扰我们 也没有敌人威胁到我们的安全 我和朋友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一起 数量很多 而绿草地上却见不到一个人影 说明人很少 从这一多一少的对比中 我体会到了动物们在这里肯定特别安闲 自由 刚才这几位同学都说得很好 作者不仅写出了动物的静态 而且静中有洞 将绿色草原上白色的绵羊 黑色的猪群 成千上万的小鸡 成群结队的长毛山羊 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真正的荷兰就是这样 安闲 白天的牧场是宁静的 自由的 安闲的 那当夜晚来临 真正的荷兰又是什么样的呢 你们看 这段话描写了两个时间场景 傍晚和夜间 请同学们读一读 找到对应的语句 用间隔号区分 并说说你体会到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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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看你画的和老师画的是否一致 那你体会到了什么 是从哪些词句中体会到的呢 是啊 我们体会到了荷兰牧场的宁静之美 因为在这里 奶牛是严肃沉默的 铃铛是没有响声的 挤奶的人也是默默无言的 行船是舒缓平稳的 谁都不愿破坏这宁静 在这样如天堂般祥和安静的画面中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而金色的晚霞 铺在西天 远处偶尔传来汽笛声 接着又是一片寂静 车船过后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车船的到来与离去 反衬出了草原的寂静 晚霞消逝 夜幕降临 深处沉睡 一切都显得无声无息 只有远处的灯塔 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这是多么沉寂的夜晚啊 带着李姐 再来读读这段话 读出荷兰牧场 夜晚的宁静之美吧 者 马晨 一切都显得无事 拍摄 沉寻 感谢观看 河南牧场的夜晚宁静祥和神秘寒序 作者移动趁静 呈现出了人们挤乃运乃时的平和与从容 凸显了河南牧场的宁静之美 这就是真正的河南 真正的河南就是这样和谐 作者的感叹反复出现 就像一条清晰融合的线索 将课文各自然段内容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表达出了真正的河南 宁静自由安闲和谐的特点 这句话两次出现在自然段的结尾 一次出现在全文的结尾 都是作者看到眼前景象油然而生发出的赞叹 一次出现在自然段的开头 引出要写的景象 也是赞美之情的延续 反复出现这句话 是作者情感上的自然流露 表达出对荷兰牧场 宁静美好和谐生活的赞美 荷兰不仅是牧场之国 还是水之国花之国 让我们一块去欣赏 荷兰美丽的田园风光 感受其充满浓郁色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这么美的景色 是不是想记录下来呢 请同学们拿出作业本 仿照课文第二自然段 运用静态描写或动态描写的方法写话 还可以用上比喻和你人的修辞手法 使内容更加具体 生动如果不想写荷兰也可以写我们的家乡 南昌或者你熟悉的地方 选择一处写的地方 选择一处写一处写吧 写作的时候 注意深圳 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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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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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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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